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钢制大门别反光 大门是财神爷光临的第一站 如果家中大门使用的是会反光的不锈钢材质的大门 反而会把财神反射下跑 建议将门换掉 或者是贴上装饰贴纸 也可在门前放置黑蓝色系地垫 不锈钢大门为金 黑蓝色系为水 能够帮助行程精水相生 招财又聚气 三 大门面对楼梯可摆放盆栽 家中大门若正对着向上的楼梯称之为牵牛煞 就好像硬牵着一头牛走 做人做事都辛苦 也容易徒劳无功 相反的 大门如果正对着向下的楼梯则会漏财 你的钱财就像坐溜滑梯 运势一路下滑 这时可以在门口摆放绿色植物 有助于增强屋内生气 改善周边气场 四 鞋柜要有门 不过高 玄关的鞋柜对贵人运 家宅运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鞋柜已整齐 且有门 贵人才会上门 鞋柜也不宜高过家人身高 避免家运被压制 二 客厅风水 一 沙发不要背着门 客厅是家里才气聚集处 想留住自己的钱财 沙发记得要面对门 当你坐在沙发上时 可直接面对着大门 正面去迎接 财神才会进入屋内 如果是背对门座 财神就会给挡掉 容易让你的钱财留不住 二 客厅可摆放招财的盆栽 客厅可以选用富贵竹以及招财树 或者叶子圆琴的盆栽 这些植物易于为吉祥 聚财如意 而富贵竹也可称为万年竹 叶片茂绿 网上生长 易遇节节高升 三 家里摆设 服饰 黑色不宜太多 家装摆设 陈设 如果黑色或者深色偏多 比较不利于感情发展 黑色是一种让人觉得孤单 觉得冷的颜色 常用黑色的人 性格上也会显得比较高冷 让人难以清净 白领族在上班时 常会一身黑西装显得淡脸 但老师建议 假日可以换上粉嫩色系的服饰 来增添你的甜美气息 也容易招来桃花 四 室内环境不可潮湿阴暗 室内太过潮湿 不仅对环境卫生不利 更会影响人体健康 若客厅长期没有光线照射 容易使居住者变得比较孤僻 甚至内心抑郁 三 卧室风水 一 床头勿靠窗 床头靠窗会有空气流动 让人有凉意 难以入眠 有点风吹草动 却会让人惊醒 睡眠时也难心安 严重时影响健康 连带减少财运 解决方法 用厚一点的窗帘将窗户遮蔽 或是购买一个高一点的床头板遮住 二 床屋靠厕所 厕所是污秽之气的来源 如果床仅靠着厕所的墙壁 也就等于你正静在污浊之气之内 另外 厕所湿气重 如果长期睡靠近厕所 身体会比较潮湿 容易水肿 对脑部和肾脏产生不利影响 解决方法 一定要将床搬离厕所墙边 三 房间内的橱柜不宜过高 物品不宜过多 卧房过高的摆设 会成为莫名的心理压力 进而压制桃花 请记住 女生的梳妆台就是桃花位 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有不利桃花的状态 如果放置带刺的植物 杂乱及灰尘 就会直接压制爱情运势 四 床背不可 无依靠 卧室的床背后若没有靠墙壁 容易导致失婚男女 难以找到好缘分 不宜嫁娶 除了是在心理上 难以有安稳的感觉之外 实质在风水影响下 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结婚 五 床上物堆杂物 床上多余的空间 可以容纳桃花 全部都放满了书本 衣物等杂物 就很不容易找到桃花了 四 卫生间风水 一 卫生间的门 寄冲大门 卫生间的门 既对住宅的任何一个门 尤其不宜与住宅入户大门对冲 入户门是气口 是生气吸入的地方 生气应该和缓地在住宅内流动 在风水学上 门与门不宜形成对冲 所有门都应该错落排列 从环保和心理方面来说 人一进屋 即看到卫生间的门 易不雅 而且有声音和意味传出 既不哑观 也不礼貌 并且对家人的健康有影响 不利于家人的精神面貌 二 二 卫生间灯具街头 既暴露在外 卫生间比较潮湿 所以在安装电灯 电线时要格外小心 灯具和开关最好使用 带有安全防护功能的 街头和插座 也不能暴露在外 开关如果为翘板式的 已设于卫生间门外 否则应该采取防潮防水型面板 以防止因潮湿漏电造成的意外事故 三 卫生间即无窗户 水是卫生间的主要元素 水多的房间比较潮湿 这会导致沉重的气能流 从而使其倾向停滞 如果再无窗户的话 后果可想而知 假设有足够的空间 浴室一定要做到宁大物小 以避免有害气流 聚集在室内并且停滞 一些住宅的卫生间是全密封的 没有窗户 只有排气扇 如果排气扇并不经常开启 长此以往不利健康 有窗户的卫浴空间 可以摆放绿色植物或者挂画 在风水上可以缓和气氛 聚集生气 四 卫生间的设施 既不规则形状 卫浴设施的选择很有讲究 浴缸的形状 以长方形或圆形为集 规则的五边形六边形也可以 但切记使用三角形 或者不规则形状 那样对使用者不利 浴缸也不宜太大 以实用为主 这是在购买之前 就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五 卫生间的门 既与灶位相对 卫生间的门 不可与灶位正对 卫生间五行属水 是排泄晦气之处 而厨房灶位 五行属火 是烹煮食物的地方 性质完全不同 水火不相容 不离家运 六 厕所不宜开在房屋的中心 房子的中心部分 属于宅神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就像人体的心脏部位 一样重要 风水上认为 宅神的位置是不能动的 洗净不洗动 不要有政务压迫 不要有卫生间 或者楼梯之类的 如果你的家中 有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 那肯定不好 化解的方法就是 在卫生间内挂一对经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起化解 五 家中厨房风水 一 厨造不宜正对大门 厕所门 俗话说 开门建造 钱财多好 大门是钱财与福气进入的地方 厨房正对大门 开门建造 很容易破坏财运 而厕所是阴晦的地方 对着厨造 会使得厕所里不干净的东西 会随着食物进入人们身体 会给人带来霉运 此外 厨房不宜与厕所 共用一道门 厨房是火 厕所是水 厕所厨房 共用一道门 强迫水火共存 然而水火是不相容的 如此行为 不利于家庭和睦 也容易导致家人生病 二 厨房色彩 不宜用 红黑两色 炉灶熟火 红色本身也熟火 若是将厨房装修成红色 容易造成新火过旺 进而导致居住者的脾气 变得暴躁或者容易患肝病 黑色熟水 将之运用在厨房中 会与炉灶形成水火相冲 会影响家庭和睦 至于到底用什么颜色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 浅淡明亮的色彩 可以让空间狭小的厨房 从视觉上看着更显宽敞 而暖色系的色调 可以活跃厨房氛围 促进人们的食欲 三 厨具即挂于墙壁 暖色情色 梁草 剥钟 元